嗨 這裡是超韓正的頻道 我是開啟您工業知識與想像的朋友 阿宅斯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賺錢的片門 回收 其實回收的這個特輯呢 我們打算要拍很多集跟大家講 但是今天我們要先講一個 很大眾而且真的可以賺錢的方式 叫做綠回收 台灣呢其實是鋁大於鋼大於銅 鋁的回收其實是佔最大多數的 但台灣呢它僅僅只有36% 但是美國呢它卻有57%的回收 在全世界比起來你猜多少 40 所以台灣算是落於人後 因為我沒有再回收了 我都不簡單回收了 不過其實世界平均是32% 台灣其實比世界平均還要再高一些 但是看到美國有57%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段落可以去好好的努力 你知道為什麼這一集是一個賺錢的一集嗎 你的手機拿出來有沒有鋁 我不知道 有鋁嗎 有啊 平板拿出來有沒有鋁 你的那個Apple的Air 你的筆電是不是有鋁 你的GoGo了 都是鋁嗎 是鋁 你車上的球棒 鋁棒 鋁棒 這個我知道 我們在學校或者在一般家庭裡面 我們是不是常常會就是把垃圾分類 那你知道鋁箔包裡面有什麼嗎 有鋁 有飲料 鋁箔包裡面除了飲料之外旁邊就是有鋁嘛 然後你喝的台皮 然後你喝的飲料 你喝的瑞布 其實就是鋁罐 你知道這些鋁罐最後去了哪裡嗎 去 減回收的阿姨家 減回收的阿姨家 囤起來總是要 幹嘛 賣錢啊 就是很多人都會把鋁回收 鋁一公斤現在大概六十幾塊吧 現在實價啊 就是我不知道播出的時候大概多少 但是因為現在戰爭的關係 我們的鋁其實都是來自於那個戰爭的地方 那一開始原生鋁呢 也就是那個純的鋁呢 大概八十塊錢 所以它回收完之後大概可以扣掉了差不多二十四% 那還是很貴一公斤的鋁 還是很值錢 其實全台灣的鋁業呢 一年大概有一千六百二十六億的產值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那些很多鋁就是混在一起 然後我們經過回收它把它壓扁 壓扁之後鋁罐上面有一些就是無微微的包裝 然後還有一些有的沒有塗料 它融起來你覺得它值錢嗎 不值錢因為受到污染了 有概念雖然你不回收 那什麼樣的鋁最貴呢 純的 多純 何謂純金 就是999嘛 9999純金 你少一個就都不行 什麼叫做純的鋁呢 就是你可以用N幾 就是5N幾N 3N 4N 2N N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2N那其實是99 那如果是3N就99.9 那如果是4N就99.99 純的鋁你知道值多少錢嗎 純的鋁 純喔 我們剛剛講說原生鋁大概一公斤八十塊 那再生鋁大概乘以24%大概是60幾塊 但是一年如果有2噸的時候 2噸等於幾公斤 2千啊 差價20塊嘛 所以1噸就差了2萬塊嘛 那2噸就是差了 變成差4萬塊嘛 那你知道1年台灣所需要 處理的回收量是2萬噸 當這個4萬再乘以1萬的時候 等於多少 40億啊 同學 所以說今天重不重要啊 重要啊同學 純啊 但是台灣從你的國小 國中高中 到你的日常生活 到你的筆電到你的電腦 到你的相機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鋁嘛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把這些鋁 能夠提煉到我們要的純鋁呢 台中不是有那種運動物品店 跟那個大賣場嗎 然後不是都有在賣那個棒球 跟那個鋁棒嘛 然後在台中大概就是鋁棒賣的 可能200多根 然後球賣不到一顆這樣 而且就是這種就是手軸Size的這種最好用 手軸這個尺寸 所以一種就是從大家身邊收來棒球棍 或者是收來一些廢鐵廢棄物 比較是屬於民生的鋁 那另外一種回收鋁呢 就純鋁 純鋁怎麼會用到呢 工業 我們各位朋友們已經拍了這麼多的工業介紹 從車床 從洗床 從CNC 他們用的是什麼鋁 純鋁啊 那最後它切下來的那些編料呢 沒用嘛對不對 1年40億啊同學 但大部分呢 我們在台灣處理回收鋁呢 其實要嘛就是降階 然後要嘛就是跟鋁合金把它攔在一起 不只是鋁合金 然後連黃銅啊 其實都會為了鑄造的流動 讓它方便 都會加入一些鋁進去 所以就是反正就是 亂搔到渣鋁 就是亂加這樣子 好那在回收系列的在第一集呢 我們要講的是鋁回收 我們在高雄發現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工業 跟你想像的工業不太一樣 另外的工業需要很多科學家 需要很多博士 而且也需要很多技術 轉移到民間 也需要民間跟政府 一起共同合作 然後來想出一些 怎麼樣可以讓 亂七八道的鋁 把變成是更貴的鋁 賺錢的秘密 全部都在我們頻道裡 我們身為工業財經YouTuber 我們要出發了嗎 走 歡迎來到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在這邊所有的材料 焊接的技術 跟最新的金屬科技 你都可以在這邊得到 你所想要的答案 而這集呢我們會帶大家看到 金屬中心在推動 循環鋁的高價值化 發展了許多技術 由材料端與製程端著手 建立回收鋁的存化 精煉 鑄造等技術 在產品中增加再生鋁的使用比例 讓它提升價值 或者是改善製程 來提升鋁的成型性 減少二次加工的廢料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第一站要做鋁回收嘛 大家以前講到鋁回收 一定都想必就是 東西起來會很多雜質 或者是它是從很多回收廠 然後亂丟進來 然後隨便丟進去的 所以很多鋁回收的材料 大家會不太喜歡用 因為它不純 但在這個地方不一樣了 它很純 多純呢 蔡博多純 目前的進度其實 一般來說正常人回收 重新用材料大概幾根就夠了 一般到3N 到2N就夠了 就已經很純了 那在蔡博這邊可以做到 5N4 更純 蔡博這段其實是偏心純化 那大概的概念 其實就是用溫度差的概念 蔡博會把它的那根插進去 這根就是蔡博的這根 蔡博這根算是蠻粗的 這是石墨 是 石墨 那蔡博的原理是 蔡博的這根 放到石墨乾鍋裡 插進去 照這個溫度差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著這一桶 起來成型就是這樣子 大家不要看它這個造型 就這樣子而已 它這個是剛剛我們講的是 5N的純綠 是 好那我們就進操作吧 進到小洞洞 各位我跟大家解釋一下現在的動作 就是我們那個石墨結晶棒 因為平常台灣潮濕 但除了台灣之外 其實大氣當中有很多的濕氣 所以現在不把它插去放在上面吃 目的是要把那根東西烤乾 讓它乾一點的時候 它下去的才會漂亮 就是像我們的模具 在用之前也要先烘乾 或者是我們在倒鋁湯的那個勺子裡面 我們也會稍微把它烘乾 因為水的沸點它大概100度以上 它的表面其實已經完全就會超過100度 讓它把結晶一針八度我們就可以開始 現在看到泰伯的那根石墨結晶棒 在高速轉之後 它這邊它是一個應該是控制器 它在控制它的轉速 泰伯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是 調整壓力的 它現在這個就把兩個純度拉開了 剛剛這個石墨的這個 它現在就是超純的 這個就是5N 這個其實旁邊就是5N以下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拉出這個價差了 就這樣子 你看賺錢啦 把那個回軸有沒有 全部攬就會 攬就會可能就只有3N 或者是只有4N 你的賣價跟5N、6N的 就完全不一樣了 好那我們來下一站 我們偏心除外現在看完了 其實它有另外一種方式 它也可以把鋁的純度提高 也就是說可以把你的價錢再翻倍 那個東西叫屈涌鏈 要將鋁存化的方式 有電解及偏稀存化兩大類的方法 要獲取更好的純度 我們採用偏稀存化法 以取得最好的存化比例 藉由不存元素再故意太溶解度的差異 運用方向性凝固的特性 把雜質留在熔湯 以及區域熔煉技術 可以將雜質元素驅趕到兩端 以進行鋁的存化 存化之後的等級可以高達5N以上 就是告訴大家環保如果做得好 不只對這個環境炒之外 其實你的荷包也會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用垃圾練彩 那有沒有看到這個雀巢咖啡的膠囊 那我們同時也來加一點海皮好了 這個是能量飲料 這個應該是海泥根 我們把它融進去 超級維古的一個女子 我還覺得你還有很像 你看你看看 多厲害是 我還要 энерг事 沒錯 Interesting 各位鋁棒啊 有沒有感覺好像很用的樣子 實心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第二個階段 也就是把一些廢棄物然後重新融一融 就鋁合金跟我們第一part的純鋁比較不一樣 第二part因為鋁合金是一個廣泛大家很常 生產上面都會很常使用到的 你就可以讓它在變成材料之前 先撈一匙起來 比如說看你的鋁合金裡面缺什麼樣的材料 因為鋁合金就是A加B加C 那ABC它的不同材料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的成分不一樣的比例 所出來的金屬特性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把很多亂七八糟的垃圾 然後亂七八糟的鋁 然後鋁合金全部把它攬就回 攬就回之後再調成你要的比例 做成材料 做成材料之後呢 它就可以重新回到生產上 但是還有一種叫第三種 就是說所謂的名聲廢鋁 那比鋁合金更雜 更雜碎的時候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要到第三站 那邊一起走 第三種 剛剛我們看完前兩種 一種是純的 價值最高的 那第二種就是鋁合金 就是我們剛剛把一些垃圾啊 什麼這個雀巢的咖啡膠囊 從雲龍鍋之後做成小棒棒 那第三種 如果在你這個鋁合金裡面 亂七八糟有各種金屬的怎麼辦呢 都在龍教制 在金內一次 對 不符合成本 因為它的成分太少了 在工業裡面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講求 就是第一個 是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內 抽出最高的效率 或者把它做成產品 那我們下面這個 現在就是在做成其中一種產品 再一片一片的 你覺得可以幹嘛 鋁箔紙 喔 鋁箔紙他媽這麼大片喔 箭材 喔 很多箭材裡面會有填充物嘛 上到這個裡面 就在裡面打發炮 大家有沒有說發炮有概念對不對 金屬裡面也可以打發炮 所以你就可以在合金裡面 比如說讓它膨脹起來 就把它壓到你要的形狀 這個材質它就可以拿來第一個 隔音啊 隔熱啊 所以在汽車電動車 建築啊 都可以用到 它就可以再重複利用 而且 有點像是 把大家的垃圾變成 住家建材 或者是把大家不要的垃圾 重新做成交通工具 那等到這個交通工具 或等這個房子不用了之後 就再把它打回去 所以回收 你看它不只可以賺錢 你就可以用一個永續的循環 是一個非常棒的 而且它的製作過程非常的可愛 大家可以看 真空鑄造 真空鑄造你可以把它想像 像塑膠射出一樣的金屬板 它用壓力把它灌入 然後後面呢 用真空的方式把它抽離 它會產生一個密度非常強的結構 而且不像是一般的鑄造造型 它是沒有強度的 在真空鑄造裡面 它是強度是極強 除了天生的強度極強之外 它還有一個後天 它可以努力去做的事情 完成冷靜 展開之後呢就長這樣子 這樣你可以看出它從哪邊注入的嗎 尖的那邊 這個 就注進去 大家還記不記得很久以前 我們拍過一個鑄造 這時候我們就把鋁融掉 把它倒到沙漠裡面 那沙漠裡面起來的那個電鑽 這邊上面有很多氣孔 在這個呢 真空壓柱 它之所以厲害 就是因為它沒有氣孔 而且勒 在模具的設計呢 當然除了它的射進去的流向 還有像那種電動車 汽車的零件啊 它在鑄造跟射出的時候 它是需要蠻多的經驗 去判斷我的鋁 衝進去的時候 在冷卻之前 怎麼樣能夠最漂亮的成型 而帶有強度 那在這邊呢 它其實在鑄之前呢 它可以經過電腦磨流分析 也就是說 在你還沒有開始正式進到 模具製作的時候 因為模具做的很貴嘛 它可以先去判斷 去怎麼樣流動 它的金屬的狀態是最好的 以前我們在做鋁鑄造的時候 就沒辦法熱處理嘛 因為它裡面有氣泡 那個氣泡來自於什麼 氫氣 而這個大大的機器 它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射出了之後 它不只可以焊接 還可以熱處理 因為它裡面沒有氣孔 而且裡面呢 包含了40%的回收鋁料 好啦那今天看完 這個三種階段的製程 你是不是對於鋁回收 又有一個更進一步的想法 跟看法呢 好的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們 開啟更多工業知識想像的話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是把我們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那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這是曹仁少年 我是阿宰師 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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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